加上加上公司 remained窮 地毫不太好 路上的地方是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车区探险 我们视影队长和全队长 正开着新满的轿车挑战穿脏中线的路上 我们即将去探寻一个未开发的穿新秘境 在这里可以看冰川 观雪山 爬孩子 不仅风景原生态 路况也是非常刺激 从这里右拐 就从G350熊猫大道拐进的这条山谷历青路 这条路感觉挺新的 应该修好没多久 或者进来的车比较少吧 开起来非常丝滑 这里的白云就感觉直接挂在山尖上一样 开了小几十分钟后 看到右手边这个蓝色路牌 就到了这个秘境的起点 现在就出发了 向花村桥 谢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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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说轿车基本上没有人去 所以前面的路很难 从这个地方进来只需要给20块钱 清洁费 当里面收不收费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这一路好多地方都滑坡了 一个巨型的泥马堆 离开向花村桥 进入山谷就完全没有信号了 但是这一路的风景更加了原生态了 两侧的高山峡谷间流淌着雪水 会成冲击的溪流 走在这个木桥上 仿佛整个山谷此时都属于我们一样 到目前为止 进出只有我们唯一的一辆车 行驶在这个山谷里 我们一路向前 距离雪山边山也越来越近 感觉离现代越来越远 但心却越来越临近 这个地方有一道门 需要手动的把它打开 然后就进去 这边一路上全部都是水 而且这个水流也太急了吧 我的乖乖 这个也太自禁了吧 这应该都是从冰川上面流下来的水 哇 天哪 这个是感山 哇 天哪 这个是感山 哇 天哪 这个是感山 哇 这边是最好水啊 哈哈 天哪 哈哈哈哈 这段路每个季节应该都特别好玩吧 这里开车一定要观察路况 不然可能就是越漂亮的地方 有危险哦 这段水泥铺双路大概行驶了十多公里 接下来就比较有挑战了 前方直接是乱石土路了 前面就有冰川啊 真的太神奇了 嘿 嘿火箭 这是黄牛 你看旁边 在路上面 三神 他们给公秀 完蛋了 好像往前面走就是 难度了 这个交车能走吗 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路况 全是这样子 碎石路 我们这个车能过去吗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很多小伙伴都告诉我们 就说爬这些路的时候 用手动挡 避免发动机高温 但是我们 这种走法我估计 很容易高温的呀 这个路 不行 不行 你看 停车 保持发动机 从而是这边发动机高温呢 嗯 可以走 难度高温 靠左边一点哦 我们这辆车的老毛病 发动机高温 变速箱保护 什么提示都算 对 这温度太高了 我们估计应该在这个地方等个半个小时左右 等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们再去出发 而且在我们的生活还有一条溪流 这非常清澈 走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眼 这个地方如果说是五位顶去的话一点都不差呀 这太棒了 但是各位小伙伴如果大家到这个地方来游玩一定要记得再走垃圾啊 我们在这个树林里面看到了非常多的垃圾 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垃圾袋 所以想顺便随手给它捡一下 全是那种自热米饭 主要是他们把这些垃圾藏在这个里面 我们也是无意间发现的 不会一个装不到吧 啊真的 再一个 刚刚以为一个袋子就能装好 还不知道两个够不够 大家既然都能到这个里面来了 肯定都是开车的 所以有垃圾的话还是随手带出去好一点 然后这个垃圾袋是有这个走皮的 车里面连副架都放不下了 满满的 所以我们暂时计划把这个垃圾 全部放到这个里面 等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顺度把它带出去 这个是真的很漂亮啊 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关注转发评论订阅哦